2023年高考作文题汇总 共7套试卷 2023年高考全国统一考试6月7日开考 上午进行的是语文科目考试 今年语文考试共有7套试卷 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三地语文试卷自主命题 作文题目单独命志 其他省份高考语文试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志 包括全国甲卷、全国仪卷、新课标I卷、新课标二卷四套 语文作文试题四道 全国甲卷 人、技术、时间 试题内容 阅读下面的材料 根据要求写作 人们因技术发展得以更好的掌控时间 但也有人因此成了时间的仆人 这句话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 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 选准角度 确定利益 明确文体 字拟标题 不要套座 不得抄袭 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不少于八百字 范文 技术的双面性 时间的掌控者与被控制者 在现代社会中 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人们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更好地掌控着时间 但与此同时 也有人因此成了时间的奴隶 这一现象引发了我对技术发展的思考和反思 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便利和高效 从计算机到智能手机 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 这些技术的应用使我们能够在工作 学习和生活中更好的利用时间 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 与他人保持联系 不再受限于时空的限制 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取丰富的信息资源 提高学习效率 我们可以利用各种软件和工具提升工作效率 实现更多的目标 技术的进步为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时间选择和自由 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控时间 然而 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人们往往在追求效率和便利的过程中 陷入了时间的陷阱 社交媒体的出现让我们沉迷于无尽的滚动和刷新 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手机的普及使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接收信息和回复信息 我们的注意力被不断地分散 无法集中精力完成重要的任务 工作压力的增加和与工作相关的技术使用 使我们难以割舍工作 导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失调 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时间竞赛 被时间的束缚和压力所紧迫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成了时间的奴隶 技术进步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和便利 但我们却常常沉迷于其中 无法自拔 我们的时间被社交媒体 电子游戏 视频网站等占据 我们不断地追逐虚拟世界中的刺激和满足 我们不再能够真正地享受当下 体验生活的美好 我们常常被追求效率和成就感的压力所驱使 忽视了人际关系 休闲娱乐和内心的平静 我们不再是时间的主宰者 而是被时间所主宰 然而 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技术本身 技术只是工具 它的好坏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和管理 我们应该学会合理利用技术 建立健康的科技生态 我们需要培养自律和时间管理的能力 学会在技术的纷扰中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 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将技术用于增强生活品质 而不是让其成为我们的负担 我们需要建立良好的数字习惯 定期断开与技术的联系 享受与家人朋友相聚的时光 感受自然的美妙 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 它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可能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 我们应该正视技术发展的双面性 理性地对待技术 使其成为我们的助力 而不是负担 只有在正确的引导和管理下 我们才能更好地掌控时间 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总之 技术的发展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 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 面对技术带来的变化 善用技术改善生活 而不是被技术所束缚 让我们成为时间的掌控者 而不是被控制者 总字数 879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凌产 凌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